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 曾给予北京奥运会这样的高度评价 8月8日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3周年 就让我们将它和北界东京奥运会逼逼看 一起分析它之所以能成为 世界公认的最佳奥运会的原因吧 首先是开幕式 同样以展现国家文化为主题 北京奥运会将历史与科技结合 搭配以宏大的场面效果实在震撼 然而日本非但场面小气 就连全市的本国文化帽子都出现了偏差 日本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再来就是各国运动员的待遇方面了 纸板多的床 还有又黄又臭 还全是虫子的游泳赛场 此次日本无论在运动员们的比赛 还是生活安排上都屡遭吐槽 而咱们作为礼仪之帮 自然不会怠慢远道而来的友人 为各国运动员运作适口的食物 新建质量上层的奥运村 甚至当年藏起的背包 至今都可以正常使用 其实中京奥运会因为新增了防疫需求 投注差不多是当年北京奥运会两倍有余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想必大家不会因此苛责 但是用不用心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都能体现出来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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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